嗨嗨 我是Josh 去年球季 楊姬的法官大人Aaron Judge 打出了歷史性的菜鳥球季 當然也對楊姬整季的戰績有很大的幫助 今年球季 楊姬想要再複製一次去年的情況 他們終於拉上了今年百大新秀排名第五的Galbert Torres Torris基本上不可能像Josh一樣單季干52紅 不過他還是具有非常頂尖的打擊技巧 在防守方面 二游跟三壘 對Torris來說都不是問題 雖然楊姬還沒正式宣布他的角色定位 目前看起來最合理的位置應該是二壘 Torris是小熊隊在2013年7月 用130萬美星簽下的國際球員 2016年7月 Torris因為Chopman的交易來到了楊姬 那年他以19歲的年紀成為秋季聯盟史上 最年輕的MVP 2017年他升上了3A 並持續保持優異的表現 所有專家都認為他隨時會被楊姬拉上大聯盟 可惜在6月17日 他因為一次頭部滑壘造成左手軸受傷 導致球技提前結束 今年春訓 Torris只有2x19的打擊率 但是在3A球技開打後 他很快的把狀況找回來了 14場比賽攪出了打擊率3x47 上來率3x93 長達率5x10的優異成績 也讓楊姬決定拉上這個大物新秀 Torris升上大聯盟之後 也成為全大聯盟第二年輕的球員 他比最UKey的RZ Elbis大了25天 身為打擊評價極高的新秀 Torris能夠輕易打出扎實的擊球 他辨識球種的能力也很優秀 不容易被壞球騙到 另外他的打擊形象相當全面 能夠把球送到球場上的各個角落 他的power也隨著年紀而增加而持續成長 Torris的倍率也是plus等級 因此即使他的速度只有聯盟平均水準 他還是能夠有很好的守備範圍 無論是在他最熟悉的遊擊防區 或是二壘跟三壘 他都能夠有相當優異的防守表現 因為楊姬已經有弟弟這個優秀的遊擊手了 Torris應該短時間沒機會回到他最習慣的遊擊防區 如果三壘新秀安德塔的表現不佳 或是Brennan Drury 持續因為偏頭痛的問題確診 那Torris可能有需要支援一下三壘防區 Torris的加入會讓楊姬的打線更加完整 如果他今年可以獲得300個打擊 合理的預測 他能夠有2x75的打擊率 以及8-10隻的全雷打 一旦Torris站穩的大聯盟 他的天花板 會是打擊王的有力競爭者 外加單記20隻以上的全雷打 我是Josh 禮拜六做了舒服紅襪的影片之後 隔天馬上慘遭無安打 身為一個專業的紅襪迷 我想大家應該很清楚 為什麼今天要做這部影片了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breat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